刚挖出来的新鲜胡萝卜先清洗干净了 把外皮去掉更加营养好吃 先切成薄片 切好以后放入盆中 搭上两颗鸡蛋 加上10克白糖 一勺食盐先搅拌均匀 倒入料理机中 加上100克温水 打成胡萝卜泥 打好以后倒入绿网中过滤一下 过滤掉多余的残渣会更加细腻 加上20克白棉糖 3克酵母粉 2克泡打粉 用筷子搅拌均匀 翻测倒入低筋面粉来和面 加入面粉不用太多 这样的稠稀度就可以了 如果太稀就不好成型 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盖上保鲜膜 放在温暖的地方 请把质量味大 盆中加上50克葡萄干 10克面粉 用温水泡一下 再准备一把红枣清洗干净 切成薄片 切好以后放入盘中 葡萄干也泡得差不多了 利用面粉可以清洗得更加干净 和红枣放在一块 发好的面把葡萄干红枣加进来 顺时针搅拌均匀搅拌排气 工具的底部铺上油纸防粘 边缘也刷上油 当上我们的胡萝卜糊 用工具摊平整摊均匀 做好是用一个平铲来操作 勺子底部刷油防粘给它摊平 盖上盖子 二次醒发10分钟 切好以后盖上保鲜膜 直接冷水放入锅中 盖上盖子 开大火正30分钟 关火以后 我们两分钟防着塌陷 按压力即回弹 肉面已经熟了 拔下边缘给它脱模 把底部的油纸接掉 按压力快速回弹就行了 切成小块就可以开吃了 爱吃胡萝卜的朋友 可以试试这种做法 口感香甜送来又好吃 做法也非常简单 营养丰富 喜欢就试试吧